前幾年出去 跟朋友小聚一下 朋友跟我講這件事情 說大佬我跟你講一件事情 有人說要整你 居然有航空公司的董事長 航空公司的董事長 公開在開會的時候 跟底下的飛行員講 他要整王天潔 我這麼一個這麼小一個小咖 我現在不在航空公司 你要怎麼整 什麼樣的老闆會在一個 跟員工開會的時候 講說我要整一個人 那你這不就是大家在講的嗎 你不解決問題 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經常分享飛行知識的網紅 行男機長瘋狂詹姆士 近日宣布退休 將專心致力於經營自媒體 詹姆士也透露因為在職的關係 有些話無法老實說 所以退休後會當個台灣的 飛安守護者 大幫揭露航空業的黑暗面 起料14日詹姆士在YouTube開直播表示 有航空公司的董事長 在會議上點名要惡診他 前幾年出去 跟朋友 小聚一下 朋友跟我講這件事情 說大佬跟你講一件事情 有人說要整你 我聽了都嚇到 我說誰要整我 他就告訴我什麼事情 我說啊 我已經聽到了 反正我現在已經不幹了 我不幹最大 你要整來吧 來吧 來吧 我不幹最大 那我之前離退休影片 我就已經講過了 我說我最害怕的事情 我到現在一直很害怕 就是被航空公司的人報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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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要講了什麼事情 我都很怕 你們到我公司走我 因為我以前在台灣虎王呆的時候 我們的長官就做這種事情 沒想到現在居然有航空公司的董事長 航空公司的董事長 公開在開會的時候 跟底下的飛行員講 他要整王天璣 我就不把你名字講出來了 我這麼一個 這麼小一個小咖 我現在不在航空公司 你要怎麼整 跟大家講說 要來查我的罪 我不做犯法的事情 我建議 這位航空公司的董事長 你多花一點時間 多花一點心力 在提升航空公司的飛安上面 人員的管理 多花一點時間 怎樣好好經營這個航空公司 不要小鼻子小眼睛 也不要在什麼樣的董事長 什麼樣的老闆 會在一個跟員工開會的時候 講說我要忍一個人 那你這不就是大家在講的嗎 你不解決問題 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我大佬詹姆士到現在 講哪一件航空事件捏造的 我捏造早就被航空公司告 你來告我嗎 我捏造什麼事情 對不對 很多事情 都不都是新聞報出來 我講大家不知道 我講細節 台灣虎航 逃生門的阿桑坐那邊 結果座航長不是被處分了 那不代表我講的沒問題嗎 對不對 台灣虎航 那個癲癲的事情 也不是我講出來 那你有講錯嗎 對不對 星宇航空 組員超時 我這不明航局 還不一定有追查了 我有講錯嗎 對不對 你們可以繞著地球跑這樣子飛嗎 這些航空知識 不是我來講出來 大家知道嗎 結果你現在跟人家講 要來整我 我真的良心建議 我這麼小一個小小咖 我是督導讓台灣飛安能夠進步的人 不要小鼻子小眼睛 要來整我 真的 多花一些心思 再怎麼整頓 提升飛行安全 飛航服務 這些品質上面 會比你小鼻子小眼睛 要來針對 針對我會好一點